接下來是希望說把剛剛的那個全程邏輯的地址 當然我希望把它變成o.tst 可是我希望把o把它改成不是.tst 而是.xlsx 就是一個以色的檔案 當然這個難度比較高的地方就是因為有25個檔案 所以其實我是建議以後在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把握沒關係 你先寫簡單你會的 然後再慢慢延伸 比如說你一定會的包含就是怎麼樣把三重先變成本來是.tst 把它轉成三重.xlsx 有點像寫一個轉換格式的一個程式 所以如果以後你要寫一個轉換什麼.tst 把哪一種文字檔轉換成這個ecell 其實也可以寫出來只要指定哪一個資料夾 有沒有然後再轉換到另外一個資料夾 那不就可以轉換了 ok 所以寫的方法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點是複習之前寫過的 寫過的所以並不困難 第一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把程式寫完的放在雲章白板的第一 30頁的地方 ok 我是建議如果你可以自己寫就自己寫吧 如果不能寫的話再參考吧 最關鍵的地方其實就是利用這個 叫openpyxl 其實上面這三個東西應該大家都有印象吧 第一個就是工作部 產生一個工作部物件 第二個的話是指定第一個工作表 當成是一個ws的物件 所以會產生兩個物件 一個是工作部物件 一個是工作表物件 它一定要工作表 如果你要產生一定會先上一層一定要工作部 所以沒有工作部就沒有工作表 如果資料庫的話概念差不多 資料庫是有點像工作部 然後工作表有點像資料表 反正它的階層大概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啦 實際上這個地方我們所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要用Excel取代這個資料庫 ok 第二個那你說為什麼需要一個 這個工作表物件 那主要是希望把它寫進去 那寫進去的話 第一個啦 我們會用的一個語法 就是append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openpyxl 這個模組其實跟串列還蠻像的 因為串列其實要寫 反正在上面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如果要寫進去就點append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以後的話 如果你假設想要把資料寫到那個 哪一個Excel的工作表 那其實基本上就這四行 有沒有 把它放在哪裡呢 反正就放在一個回圈裡面就ok了 那為什麼要放回圈 因為一定不會只有一筆資料 它會有多筆資料 因為你會發現從那個 有沒有三重嘛 那怎麼叫一筆資料 橫向就一筆資料 那這個一筆資料 一筆資料 所以一筆資料 在文字裡面就算一行文 一行嘛 有沒有 那如果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 這個就是 Excel裡面的話 因為它是格子嘛 所以那個格 就儲存格嘛 所以你勢必需要把它切割啦 有沒有 那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啦 我們可以分兩階段來寫 第一階段就是說 你只要把這個檔案 比如說三重.txt先檔案讀取 那讀取完之後切割 那只要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再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裡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 你先寫開檔的部分 所以假設檔 拆解 我覺得你以後程式一定寫得出來 反正你不要急 我覺得寫程式一定不要急躁 而且盡量不要用我的程式貼啦 即便貼完你 請你把它刪掉重來 不然你永遠學不會 真的 因為以後 我發現同學就有個習慣 就會先找老師有 有的話貼就OK 然後最後 以後 下課以後 課程結束了 那沒得貼怎麼辦 自然就寫不出來了 就依賴了 OK 所以建議 即便有 你貼完之後 請你刪掉重來一遍 自己先把可以寫的 寫一下 那我們可以分第一階段是什麼 第一階段就是先開檔 然後切 所以你會發現 這應該看得懂吧 F等於open 有沒有 那我先把三重.tat 改成三重.xlsx 就是文字檔變成 那個Excel檔 然後呢 底下的話用什麼 F 點realize 為什麼要realize 因為realize所得到的就是串列 有沒有 它就是把一行資料 放在串列的一個位置 有沒有 所以第一行放在第0個 第二行放在第1個 有沒有 一直類推 外面中瓜糊 所以就是一個串列 這概念應該有啦 所以我一直特別強調 串列很重要 那串列後面 就必須要配合回圈 那回圈的話 你就是for i in range 這個寫了N遍了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串列的長度 放到後面Stop的地方 可能它假設有100行好了 那可是它的編號一定到99 有沒有 因為它從0開始 所以0到99 那它L1N指的是它總共有100行 所以到100停下來 所以就run到0到99 以後如果你假設 你覺得這個很難記 乾脆你就直接記這樣 這0都不要 寫這樣就可以了 最簡單 有沒有 那所以以後你要如何把一個回圈 把一個串列的資料全部讀進來 就寫這樣就OK了 不過跟各位講 另外還有一種 另外有一種寫法 就for each的寫法 OK for each的寫法 也可以把串列的資料全部讀進來 但是我建議啦 兩個都可以 那你乾脆記一個就好了 你記兩個幹嘛 對不對 OK 反正至少你這個OK 就可以把串列的東西讀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我需要把什麼 把每個串列的資料 再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 因為它中間是空白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空白 直接找到 然後切割 所以後面加一個 我取得這一行資料 然後用什麼切割呢 用Sprint切割 所以這個資料取得之後 假設第一個是0 所以這邊過來之後的話 Sprint 這個應該要改成i才對 沒改到 OK 然後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完之後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串列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把它改成i OK 或甚至我們假設 你如果回旋波OK的話 甚至你可以什麼 先print一個就好了 你不要野心那麼大 你print這麼多 你先print一個看看 print的第幾個 我習慣先print的第0個 然後切割完之後 因為如果你print的全部 你會賣一大堆 像這邊一串 可是你如果print一個的話 你可以看到結果 有沒有 就是一個串列裡面 只有 一個串列裡面 放幾個資料 1 2 3 4 5個資料 OK 但是實際上 這邊只有4個欄位 可是你說為什麼 老師我明明 我有4個欄位 它給我5個資料 原因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它尾巴這邊 其實也有空白 有沒有 尾巴多一個空白 所以當然 你要怎麼處理 你不處理也沒關係啦 反正就知道說 我是前四欄就好了 或者是說 你甚至把資料丟到以色列 反正最後一欄是空的 空的 丟進去也是空的 那沒影響 當然如果你要吹毛求疵的話 你可以再怎麼樣 給範圍 我要的是 第幾欄 第0欄 然後一直到第5就好 0 我就範圍給它就可以了 不要全部 也是可以的 但你這個地方 我覺得不加也沒關係 因為不影響 好 那我知道一個OK 那全部的話 當然就是 可以再加一個回圈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寫程式 不是那麼在行的同學 我建議不要急躁 真的 因為我發現 我們班的 好像有同學 比較會寫 同學幾乎連那個回圈 都不太熟 那當然 這個沒關係啦 反正你如果覺得不熟的 我建議你放慢 如果你會寫 反正就寫OK 沒關係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I 然後呢 就把它切 所以呢 總共有幾列 它就會幫我把它 通通變成一個一個的串列了 有沒有 那等於是說呢 這一個串列 你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它放到那個 Walksheets.append的後面 刮斧裡面就可以了 欸 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讀取檔沒問題了 然後呢 所以喔 以後像這種狀況 第二個階段就是 再把那個 這個上面這三行 有沒有 就是 把那個 OpenXL這個模組呼叫進來 然後呢 也直接取用它的那個 Walkbook 有沒有 工作簿嘛 然後建一個工作簿物件 然後產生一個工作簿的物件 主要是它啦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把這個地方 加上一個敘述 就是利用這個 WS的物件 做什麼呢 append 因為它後面一定要什麼 就是把它放到後面去的意思 所以這個 append 它不會跳 OK 刮斧有沒有 然後就把你剛剛print的東西 有沒有 直接就放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直接就丟到這邊來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一個的串列嘛 那丟進來應該就放進去了 那最後的話呢 還記得要存給它檔名 因為我們已經把 剛剛 三重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丟進來嘛 最後後面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是在怎麼樣呢 把它存檔 所以append了之後的話 後面就加一個save 然後加一個敘述啦 讓那個使用者知道說 你已經全部存完了 所以 最後的話呢 在這個尾巴再加上一個save 然後save到哪裡呢 save到全程由於地址底下的這個三重點 xlsx 好 那去速給一個狀態 就是已經全部儲存成功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實喔 上面的這三行 跟下面這三行 是後面加的 中間是原來的 也就可以兩個結合在 這個應該 之前我們寫過很多 所以複習一下 這個一定很熟 所以你如果會的話 有沒有有點像組裝嘛 把那個 Excel的功能 寫入功能寫進來 最後的話 我們再仔細看看 這個剛剛我已經寫過一個 我把它刪掉一下 好 那把它run一下 看看 OK 成功了 然後呢看一下有沒有 有這個就出現了 打開之後的話 是不是我們要的這四個欄位呢 看一下 應該就是了 不過剛剛其實它丟五個欄位 不過應該最後一個欄位 好像是一個換行 所以在這裡好像 好像它沒有影響耶 這裡面好像沒丟東西 所以最後一個 它都把它視為一個空的 所以呢 等於是說 它只有得到前四個欄位 這樣子OK了 所以呢 第一個階段OK 那再來第二階段 可是喔 我們的目標其實是 要產生 O.xl 放哪裡 放低疊好了 一樣 只是說把 O.tsc改成 O.xlsx 那該怎麼改 其實改的方法 這有點像拼裝有沒有 那一樣嘛 之前我們不是一個檔名對不對 那如果要一個資料夾 那當然你要加什麼 叫 OS.work 有沒有 所以呢 再來就是把 OS.work 拼進來 試試看好了 我是覺得你們應該 至少可以學會的就是拼裝吧 OK 如果你打字比較慢的同學 你要複製沒關係 你可以分階段複製 如果你這個每個階段 你都複製貼上也OK的話 那應該至少以後可以用貼的啦 最好是自己能夠自己打蛋還是最好啦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做練習 試試看 那再想一下 把它變成全部的那個郵局資料 通通都幫我寫到那個Excel裡面去該怎麼做 根本講答案也不是只有一個 你不一定要完全照我的喔 你說老師我的邏輯 我想到的方向跟你不一樣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因為 讀檔 哪邊可以 append 其實你說不用append 有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也有耶 可以用什麼 指定那個儲存格的位置啊 有沒有 哪一個sale 挖斧哪一列哪一欄放什麼資料 也是可以 但是好像沒有append方便是真的 OK 方法可能很多 但是你也可能要想哪個方法簡單 不是說你可以 可是寫的程式一大堆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效率也很差 有沒有如果你修改 它變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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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改 哇今天跑好久 結果怎麼程式還沒跑完 因為你做一些比較沒有效率的動作 那自然而然程式就沒有優化 所以程式有時候雖然可以 但是你要想說 這個寫法 它是不是比較精簡 我自己是覺得精簡這件事也算重要 因為程式寫的拉一拉扎 自己看了覺得很不舒服 OK 試試看 先把剛剛的這個問題怎麼轉成全部 試著寫寫看 哇 是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是 這 是 可以 來